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壇私見 我是司機禁的李浩德 我旁邊是施老闆 蕭炎清先生 你好 施先生 近期市亦回調了一些 回調了不少 比我預期中大 上星期因為開會及放假 停了一個星期 這星期其實變化很大 最大的變化當然是中美關係 大家日日去追新聞 追Twitter 現在形勢是否有大變化 施先生你如何解讀 我原本的看法 中美第一輪的交鋒 應該是美國佔了上風 中國應該願意讓步 讓步之後 美國如果先收貨 應該先帶著 會有好處 為甚麼呢 結果是美國不用付出 美國只是休戰 或者最多是 有好處沒有虧虧 將以前加了關稅 退出 回到舊時的款式 但中國不是 又要開放市場 又要多賣美國貨 又要做知識產權 市場開放 這些都是比開戰前更大的讓步 所以如果現在停下來 美國是沒有東西要拿出來 而中國會拿一堆東西出來 去換它 不打下去 是有好處的 所以我最初考慮 一個理性的結果 理性的結果 先帶著 但是現在出來 好像說 最新的形勢發展有些不同 美國要求的東西 其實是超越中國 肯接受的 可能不僅是 你光顧我買些東西 又要你開放金融市場 一些立法 又要給美國看過 要它批 中國可能會鑽研受損 到了最後的文本階段 談不完 原本我的想法 還未完全鬧 因為 還有下一輪會談 美國說5月10日收關稅 不是立即5月10日 到美國的貨立即收 它說是5月10日離開中國港口 那些貨 還有幾個星期 船上要走 兩、三個星期 運到它才收 中國那方面都是6月1日才開始 也是6月1日 其實是否還有空間 現在都是十多日 6月1日是兩個星期左右 這兩個星期 如果傾電數 這些關稅便可以不用收 所以這裏也有少許 給人有些寂寞 但最近美國總統 又說對華為 都要打壓 就像去年中興一樣 所有華為相關公司 以後就不能光顧美國的公司 即是買開的貨 這些其實不只打擊華為 打擊美國的公司 美國的供應 生意都不能做 華為都是一個大客 買很多東西 所以現在的情況 讓人覺得 美國不只要拿好處 是要整理 如果整理過程中 你又輸 我又傷 總之你傷得多過我 我都會動你 如果這樣 就不是每次計算經濟上的效益 而是美國要全面制約中國 整個國際的發展 不是戰役考慮 而是整個戰爭 在戰略上的考慮 如何判斷 究竟現在是一個討價橫價 或是一個全面 或是早期惡化的跡象 我自己覺得 討價橫價還在進行 但是惡化的機會增加 所以我覺得 都需要慎重一點 在這個時候 重新要審視形勢 重新要審視 如果是投得太重 都要選擇磅 避重就輕一下 會穩陣一點 這段也是消息市為主 一天好一天差 這個時候 其實變動會很大 普通不是玩股票 可能受不住刺激 也不單是刺激 這段時間真的百元會燒 我看到最近都是 可能一些 公用股 收藏股 多人賣了 大家都意識到風險存在 但是我認為 還可以看到6月1日 甚至乎要等到 現在暫時說 6月第3、第4個星期 有機會是兩國大陸 當然未到6月1日 可能已經鬧回了 形勢要重新估計 最差的情況是怎樣 最差的情況是互相報復 最近都有一些聲氣 中國買少了美債 甚至沽了美債 我自己不太贊成開闢新戰場 中國現在是儲藥方 儲藥方是希望撲滅貨 即適事令人 不要周圍點火 貿易戰正正在進行 做貨幣戰 金融戰 可能更加不夠打 所以我不太贊成 坊間說不要賣稀土給他 會變成仇恨越來越高 到時不是計算的問題 就是欠一口氣 我自己覺得純粹美國加關稅 其實對美國也沒有好處 所以中國是否一定要報復 因為你不太多東西可以報二千億 你現在只剩六、八億 沒辦法 因為我們剩下沒有多少 現在關稅已經出盡了 還有少許 但是中國自己的說法 美國做這件事是對雙方不利 所以我自己認為中國的回應可以很簡單 就是後果懲罰法 你做那件事是不好的 你就受到後果懲罰 中國有些便宜的產品 是值得買的 有競爭力的產品 你不買加的關稅 加的關稅可能中國買到其他地方 你又要買其他國家生產的 沒那麼便宜、沒那麼漂亮的 美國也是值得的 很多美國商會都說 加完關稅 消費者也要多付一些 消費者也要多付一些 所以可以讓美國自食其果 沒什麼理由一定要跟進 因為如果我們跟進 我們都會受傷害 譬如某些農產品 美國農產品 農產品 你不買 其實有些農產品中國是不想買的 照我所知 因為美國想中國買的東西 包括某些農產品 因為那些農產品 他們都用不完 中國自己有生產 中國對於那些糧食 一些基本的糧食 它是希望自減自足 你比外邊的東西 入到來比你便宜 那你的農民便沒有 其實歐洲、日本 都保貼自己的農民生產的糧食 所以中國現在買糧食 都是買一些糊食 即米、蜜 都買得少 買大豆、粟米等 如果你逼它買一些 會對中國自己農業造成破壞 中國未必想買 所以很多地方都有爭吐 我自己擔心的就是 割走極端 再回頭就很辛苦 最怕不單是關稅 可能開闢很多新的 再打過一頓 因為中國現在的說法 美國不要誤判 即是那時 朝鮮戰爭時 美國誤判大陸不會出丁 這次就怕它誤判 大陸不會橫擊 如果大家都 拉闊的戰線 加重對對方的打擊 再回頭就很困難 所以希望形勢不是朝鮮戰爭 你怎樣看中方近期的反應 都是比較硬 都是比較硬 我自己看 你在博弈中 當你強弱懸殊時 弱的方 如果一旦表現不敢橫擊 或者是很順貪 別人就踩下來 我相信其中一個就是 敗出來的姿態 說得難聽一點 死就死吧 對方才會考慮 大國博弈中 你要摸透對方 究竟站在甚麼位置 哪條是底線 都要不斷地互相試探 現在我們只是在旁觀看 沒有參與會談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猜猜 未必定準確 今天時間差不多 總括一下 接下來中美關係的變化 會大 風險亦高 各位省戶 可能要儘量判斷形勢 要適當 要將風險調節一下 這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